任奈英如果知道镜头正对自己 估计不敢轻易捏鼻子 水果姐真的是必无可避 张雨琪万万没想到摄影师这么会抓拍 这些会抓拍的百万摄影师 真是让一美女星防不胜防 张雨琪没想到自己指示 听到台下摄影师的呼喊 没忍住笑了一下 反而却被直接对脸给个特写 这嘴角扯不动肌肉僵硬的状态 正好被拍得一清二楚 也难怪之后不管对面怎么喊她都不笑了 韩国女星任奈英成功成团 台上感动落泪 正沉浸在情绪里的她 万万没想到会有摄影盯着自己 她只是随意捏了一下鼻子 鼻子便被捏扁久久没能回弹 海陆出席活动 她低头看扇子时不拍 刚想笑一下的时候就被摄影师给个特写 吓得海陆立刻用扇子挡脸 不过为时以外还是被拍到嘴角笑弯 清晨出席品牌活动时 这个苹果机还略显松弛 没想到过段时间再次出席活动 苹果机就变得十分饱满 笑起来的时候嘴角还有一些清闲 这一枚一枚是一目了然了 水果姐更是必无可避了 不仅眼睛实在是不听使唤 即便是拉远景也看得清清楚楚 年过半百的刘晓庆走路带风 刚被人羡慕没几分钟 就被这个特写下腿 饱满的苹果机 油光增亮的脸 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 宁心过度自信有多尴尬 此时的妮妮究竟是有多自信 敢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拍陈坤肩膀 果然下一秒陈坤就直接变脸 一副嫌弃表情拍了拍妮妮拍过的地方 好像沾染了什么脏洞形样 另一场活动 妮妮拉着黄轩就要一起拍合照 谁知黄轩并不是很想和她拍 下一秒就禁止走开 孤六妮妮一脸猛地站在原地 身为女强人的杨幂 一直以为自己是个香波 结果在拉续凯尤勒布时 却被直接躲开 后场时想要借花线和聊拨黄小明 结果被黄小明毫不留情地放回原处 下台阶的时候 本以为沈藤会平台一下 没想到人家根本没这想法 伸出手的杨幂也只能装作是响女下头 拘敬一某次在机场 看到一个大男孩朝自己的脉 万般自信的他还以为是自己的粉丝 没想到是自己想多了 这伸出去的小手也很是尴尬 张子怡李冰冰黄小明三人拍合照 结束后张子怡被叫了 迷之自信的张子怡还以为是要自己单独拍照 没想到下一秒就被苏芒赶走 尴尬的张子怡也只能骂骂咧咧地下来 姜书颖就更尴尬了 和车小孙红雷一起同台合照 估计还没从角色中走出 表现得像是正宫夫人一样 直接把头靠向孙红雷的肩膀 被孙红雷这个眼神吓得立刻转动 这谁能顶得住 韩国女星许纳金 身穿高开插身衣礼服亮相红毯 面对镜头不停地凹造型 这是真不怕走光 结果没想到下一秒就被打扰 在红毯上表演一个皮插 让一旁的男性想要帮忙都无从下手 徐瑞之身穿黑色抹胸裙走红毯 超低胸的礼服在走动中不断笑话 让她很是尴尬 无奈的她也只好手舞胸脏 林志玲的这件黑色礼服很是忧郁 又是身厘又是高开插的 好身材背秀得明明白白 不过这个高开插也很是威胁 于是她在走路时也只能用手折倒 炫崖舞台表演时 由于舞蹈动作幅度比较大 她胸前的蝴蝶结被抖开 还好她立刻用手捏走 不然就是大型射死现场 罗涵跃跳舞是因为扯外衣的力量太大 不小心把一侧肩带扯动 只见她丝毫不放一只手按住一股 继续把剩余的部分创舞 不仅没有走光还完成了舞台表演 一粒热巴出席品牌部 被安排的吊带礼服还是有走光风险 热巴展示商品的时候便把手放在身旗 接受采访时也用话筒挡住 虽说经常被说走哪一样 可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自己 而孙飞飞却直接被吓了 当红台上的她不小心被逐质 整个衣裙完全滑落时 她直接被吓得愣在园上 虽然经纪人很快就拿毯帮她败主 但已经为时已晚